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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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图鲁番 找寻能够死而复生的湖阔 于峡谷中穿行 进入天山北部 到伊雷牧谷去探索当地牧民四季转场的独特风所 最后到达乌鲁牧谷湖 感受北国渔乡的丰收喜悦 考察队河鲁牧谷自治愿者 考察队河内蒙古自治区向西南方向行进 来到了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西极县的党加岔湖 资料显示 党加岔湖是由于地震堵塞沟谷而形成的湖泊 面积只有不到两平方千米 不过 对于西极县这样的一个水源稀缺的地方而言 这帮湖水就是荒漠之中的一片绿洲 不仅为当地的农田提供了灌溉 而且湖中还滋养了大量的鱼虾 当地人称其为巨宝盆 然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生活在湖边的村民们发现 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没有人再捕到过鲜鱼 党加岔湖在不知不觉间 竟然变成了一个有水无鱼的死湖 在降水量稀缺的干旱之地 为何会出现一汪湖水 湖中鱼虾的消失殆尽 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原因 考察队乘船进入湖中进行考察 穿行湖面 茂密的水草触手可及 这样的水下环境应该是适合鱼类的生存 然而 当考察队利用水下摄影装备 对湖底进行拍摄后 队员们意外发现 在一丛丛的水草之中 竟然没有任何水生动物的身影 会不会是湖水的水质发生了变化呢 到达湖心 考察队开始对湖水进行采样 阳光下 瓶中的湖水看上去洁净透明 然而 通过检测 湖水的PH值接近9 属于碱性较强的碱水 湖中的鱼儿很可能是因为 无法承受过高的碱碱度而集体死亡 那么 这些大量的碱碱从何而来呢 资料显示 从2000年 西级的气候开始变得异常干旱 年降水量远远低于年蒸发量 这就导致湖水不断减少 但水中的碱碱却留在了湖里 久而久之 湖水的碱碱度不断升高 最终 淡水鱼类无法继续生存 专家告诉记者 虽然连续十多年的干旱 让挡家叉湖变成了碱碱湖 但再过若干年 进入湿润多雨期后 降水量大于蒸发量 湖水的碱碱度又会逐渐下降 党家叉湖也会再次成为鱼虾成群 生机勃勃的聚宝盆 而这种改变 正是地球气候冷暖周期变化的一个缩影 离开党家叉湖 考察队向西北方向行进 穿过荒芜的沙漠与河壁 前往我们此次考察的第二站 新疆维吾尔自立区图鲁藩市 去破解一座湖窝的死而复生之民 虽然已近秋日 但有着火轴之声的图鲁藩 依然异常严正 地表干涸均裂寸草不生 就连空气也仿佛被点燃 然而放眼望去 在这广袤的荒漠戈壁上 却见缝插针般地散落着一些绿洲 考察队到来时 正赶上人们在采摘绿洲中的葡萄 对于生活在此的人们来说 丰收时节的忙碌 就像是在迎接一个特殊的节日 当考察队感到疑惑的是 葡萄通常是在夏末秋初成熟 但眼下时节并未到来 村民们为何要提前采摘晾晒呢 村民告诉考察队 这一年的气候变化 对图鲁藩葡萄的成熟 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不得不提前迎来收获的季节 告别绚丽多彩 生机勃勃的葡萄园 考察队向图鲁藩市区的南边行进 大约三十千米后 来到了此次考察的目的地 中国海拔最低的湖泊 爱丁 炙热高温下 一个水量充盈 碧波万青的湖泊 出现在不远的前方 咱们现在往那边看 好像有一点绿色 那是个像湖面的样子 现在远看就是 现在水进来了 正当考察队走向湖边时 一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天空忽然间下起了雨 雨水的到来 更为这片水乡泽国的盛景增添了韵味 湖面深处 芦苇丛生 水波荡漾 水鸟的身影时时掠过 显现出勃勃生机 大面积水域的出现 甚至让当地人开始使用船只 灭了探明此时湖水的具体状况 考察队决定划船深入湖中 走 起舰 大家起不起来这个舰 所以起到足力 二 一 二 都看个方向跑哪去了 对着呢 对着呢 面对荒漠戈壁中的这帮充盈湖水 在新疆地区从事地质科考数十年的礼艺组 显得无比兴奋 八十多岁的老人 焕发出了年轻人的活力 对于图鲁藩一带极端干燥的气候而言 这样的景象实属难得 原来一点水都没有这里 人们说湿地是地球的瘆 很有道理 干旱的时候它可以有用 当水大的时候它可以储存 这里降水量和蒸发量 相当大了 大概蒸发量三千多 这个降雨量很少 而且这个地方降雨量就更少 那是不是能证明 最近的烙水量增加 最近几年来说 雪下的大 黎祖老师告诉考察队 在维吾尔语中 爱丁湖的意思是月光下的湖泊 然而 这个美丽的异象 却早在上百年以前 被尘封在岁月之中 据史料记载 距今大约一百多年前 爱丁湖的湖水面积 达到二百三十平方千米左右 后来不知为何 这片广阔的水域 竟然变成了一片 激进干涸的荒原 考察队找到了 爱丁湖几年前的画面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片荒芜的土地 却在这个夏天 忽然变成了 闭波荡漾的湖面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爱丁湖的水位 在短时间内 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 上涨呢 通过查阅资料 专家找到了答案 原来 近几年 吐鲁番多次出现高温天气 盆地中 空气受热膨胀 气压更加低于过往 长时间低压状态下 周围湿润的空气聚拢过来 骤然形成集中多次的降水 反复的降水 让周围的河流 得以注入爱丁湖 同时 一呼寻常的高温 也使得雪山溶水 急剧增多 奔腾而下的雪水 补给了地表河流 罕见的洪水 注入了爱丁湖中 多种水源的补给 使得爱丁湖 犹如死而复生一般 水位迅速上涨 重现出昔日波光淋漓 生机勃勃的煤迹 李祖继续解释说 降水的增多 也对吐鲁番的葡萄种植 产生了影响 葡萄适合干燥炎热的环境 如果水分太多 便会造成糖分流失 甚至产生病虫灾害 因而 过多的降水 也迫使当地人提早了收获 和晾晒葡萄的时间 而爱丁湖的复活 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 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气候变化 进行高度关注 和提早应对 特别是像爱丁湖这样 较为特殊的生态系统 更要用科学的方式 与之共处 隔壁荒谈 无法意外情况 北国鱼香 经现凶猛怪鱼 你看这个牙 考察队会有怎样的遭遇 什么湖探袭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接下来 考察队将迎来一段 颇为艰苦的旅程 未来十个小时 一路向北 经过天山天池风景区 穿越准达尔盆地 跨过火烧山 行驶约八百千米 前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北部 格格多海的一雷木 窗外是沙海茫茫 热浪滚滚 行进四个小时后 道路越发颠簸难行 而异常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 更是让考察队焦急不安 我们在这边停一下吧 刹车不管用了 由于车辆在不断的颠簸中行进 最终出现了故障 而此时 考察队才刚刚走了 不到一半的路程 看来 前往一雷木湖的路途 的确充满艰辛 就分两个车 然后先开的先去拍 经过紧急商议 考察队决定 故障车就地维修 并等待就谈 另一队继续前往 此次科考的目的地 路途中 考察人员得知 千百年来 在新疆的很多草原上 都一直保留着 转场的古老传统 牧民们会根据 季节的变化 生活的经验 找到牧草繁茂 水源充足的草场 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的牧民们 将秋冬牧场 选择在了伊雷木湖旁 然而 那里并不像其他牧场一般 拥有广袤的草场 反而是山势陡峭 植被稀疏的景象 那么 牧民们和他们的牛羊 是如何在伊雷木湖 度过秋冬的呢 难道是这帮湖水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颠簸 考察队终于穿过茫茫戈壁 来到了格可托海镇西南 大约四千米的地方 刚一下车 考察人员就被眼前的景色 深深地震撼了 从山顶远眺 伊雷木湖 宛如一颗巨大无比的深蓝宝石 相见在白云绿草之间 通过考察 队员们发现 湖边良田万寝 专家解释出 湖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涨落 当湖面上涨时 湖水就蔓延到附近的河滩上 随着湖水退去 被淹过的土壤露出地表 湿润松软 长此以往 周而复始 伊雷木湖周围的河满滩 就成为了可以种植农作物的 耕地良田 千百年来 牧民遵循着 逐水草而居的规律 每到季节变换时 都要去寻找最适宜生存的牧场 几十年前 当转场的牧民经过伊雷木湖时 发现这里不仅有充足的水源 而且还有肥沃的土地 于是 牧民们开始在湖泊周边的河滩上 劳作耕种 开垢出一片片凉田 春夏驱赶牛羊 游走放牧 秋冬收获古物 定居湖边 作为典型的内陆湖 因为牧湖随着各个季节水量的不同而变化 时而扩大 时而萎缩 当这种变化被人类洞察后 护去周围的牧民们 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西北荒漠 为何会千岛成湖 广阔冰面 水下巨网 能否找到失踪的鱼群 神湖叹齐 地利中国 近期播出 在伊雷木湖西面 大约三百千米处的福海线 有一座被誉为北国渔乡的乌伦谷 那里是新疆的第二大渔业基地 也是考察队下一个将要前往考察的湖泊 乌伦谷 源自于蒙古雨 亦为云雾升起的地方 这里水面开阔 湖水蔚蓝 犹如一块与天相近的蓝丝绒 铺展在戈壁荒滩上 来到乌伦谷湖边 考察队看到 湖水清澈见底 层层水浪 冲刷着岸边的碎石 很难想象 在茫茫戈壁的环抱之下 竟会有这样一个浩瀚如海的湖泊 恰好是一天中渔民收网的时刻 附近的水鸟正聚集在渔船旁边 希望能有机会捕食到一些漏网之鱼 随着渔网从湖中缓缓拉起 成千上万条翻腾跳跃的银色鱼儿出现在了网中 就在这时 渔民的一声惊呼 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原来 他们捕到了一种 这里并不常见的鱼小尔泰 当考察队试图拿起它仔细观察时 渔民却一再提醒队员要注意安全 这鱼咬人 刚刚就跟他找吧 走不抓 抓这儿是吗 你看这个牙 能看到牙齿吗 锋利的牙 特别锋利 我感觉它的力气非常大 能碰吗 嘴嘴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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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 它这个牙齿非常锋利 真的咬人啊 咬人 考察队注意到 这是一种体型狭长 颜色清灰的鱼 锥形的嘴部有硬咳 嘴里长着细小而尖利的牙齿 渔民说 这种鱼俗名叫乔尔泰 学名是白斑狗鱼 性情凶猛 极富攻击性 有时甚至会以水鸟 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 而在乌伦谷湖中 除了乔尔泰 还有贝加尔亚罗鱼 可鲁 斜齿鞭 原副亚罗鱼等多种鱼类 平均年产量约三千吨 崭新将鱼产总量三分之一以上 那么 乌伦谷湖内的鱼产为何会如此丰富 又是怎样的自然美丽 让茫茫戈壁滩上 诞生了这样一汪水域广阔的湛蓝湖呢 专家解释说 绵延两千千米的二泰山 自东南向西北 横跟在新疆北部 平均海拔超过两千五百米 高耸的山体 独特的地势 使得分别来自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气团 在此交汇 使得阿尔泰山孕育出了众多水量充沛的河流 其中的一部分河流不断汇入乌伦谷湖 既保证了湖泊的水量充盈 也让湖水的酸碱度 常年保持在PH值8左右 非常适合淡水鱼的生存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 河岸边一面奇特的崖壁 吸引了考察队的注意 只见这面崖壁 呈现出无数条巨石层层堆垒的形态 下方堆积着大量破碎的岩石 专家判断 这座山体是由一种特殊的岩石构成的 它这个一层一层的对吧 是不是 感觉应该是属于骗马眼 骗马眼 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光子的发亮 误会的吧 说明它里边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 专家解释说 骗马眼是一种变质眼 通常含有钠、铭、钾等多种元素 也相对容易破碎风化 千万年来 这些骗马眼不断地受到风雨侵蚀 风化破碎成更为细小的物质 当山谷中降雨量较大时 细小的物质会被雨水冲入河中 岩石中的钠、铭、钾等多种元素 逐渐融入水体 并随着奔腾的河水 进入到下游的乌伦谷湖中 成为滋养湖中鱼类的营养成分 专家告诉考察统 在湖泊雪中 把这类处于河流末端的湖窟 称为尾鱼湖 乌伦谷湖的陆湖河流 属于流域较短的河流 并且河流途经的区域 人类活动较少 因此河水在注入乌伦谷湖之前 没有什么损失 这就保证了湖泊的水源补给 使湖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乌伦谷湖也就成为了渔虾富饶之地 丰富的渔产 让居住在乌伦谷湖附近的哈萨克族人 放下了马匹和农具 从放牧和耕种的生活中走出 转而以捕鱼为业 也正是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渔产资源 吸引着各地游客来此观光游玩 与当地人一同领略着富饶壮阔的北国渔乡 猛兴湖区由于地处干旱少雨的大西北 成为我国内陆湖重要的分布地 这里的每一帮湖水都是生命的源泉 都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息息相关 当温润多雨的季节来临 湖水充盈 当干旱寒寒冷来袭 湖面会萎缩甚至消满 正是因为这些湖泊的不断变换 也让猛兴湖区原本稀缺的水资源 更加弥足珍贵 那些千百年来一湖而居的人们 在变化万千斗转星移的天地中 不仅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稀缺的资源 而且还洞察到了湖泊生命的脆弱 他们世代传承 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呵护着高原上这一颗颗蓝色的瑰宝 接下来考察队将自南向北继续前行 途经哈纳斯土走进土瓦人的村落 领略这只马背上的部落 一路迁徙艰辛跋涉的故事 走进千岛湖 探索千岛城湖的谜题 在刀狼人聚会中感受他们的热情和残忆 最后到达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 沃斯藤 寻找白鸟参与东部 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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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